您看到在墓前的入金藏菩萨 墓后还有无数志工和工作人员是护金藏志工 连日来牺牲睡眠 付出心力 圆满场地布置 灯光和各方面的准备 有些志工彻夜不眠 守候现场数百尊宇宙大抉者的流离佛像 水灿现场总协调这一位志工刘家锦 他在勤务繁忙同时坚持入金藏 庙手升华 刘家锦用虔诚心和水灿庙法相读意 君职中校退伍不到一年 就投入慈祭大家庭 15年来天天熏法香 这次亲身入金藏还承担起水灿现场的总协调 因为想要赶快把积务给要完成 可能对师兄有时候可能会声势 没有办法调和会大声一点 但是在当起的污名支持的时候 所以就会想到入金藏里面讲的暴躁 其实会常常的 水灿不是表演 而是将经典中佛头的智慧落实生活 德新体育馆水灿欢喜地 摆放了大大小小数百尊宇宙大学者佛像 志工蔡森全每天带领八位慈祭人 轮班职业 这个就是我们护金藏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之一 大家的心其实很单纯 这些琉璃火灯在这边 我们晚上我们就跟他一起守夜 一起轮职一起护金藏 琉璃灵力善念共振 彩排现场移患白话镇的蔡婉琴 势力微弱 入金藏此刻身形妙法 还能眼观佛头像 心想菩萨意 是一个殊胜的道场 然后就觉得应该要以 就是恭敬的心来参加入金藏 那就是上人说的不要烦恼 去除无名就能展现智慧曙光 水灿现场不论墓前还是墓后 都是亲近道场临山法会 大爱新闻 张泽人李俊威花莲报道